洛杉矶华人社区活跃着一批老上海 他们每个月都要举办连衣午餐会 大家欢聚一堂 品尝美食 谈天说地 其乐融融 最近 大家优败京剧名家包启隆 杨小春老师为师 学唱精细 让晚年生活过得更丰富多彩 请看报道 洛杉矶有一批老上海多年育股心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拼搏 现已卸甲归田 颐养天年 为了让晚年生活过得更愉快 更丰富多彩 他们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 有唱歌 跳舞 搓麻将 打乒乓球 抗魔术表演 去世界各地旅游 最近 他们又为京剧名家包启隆 杨小春老师帮发聘书 让他俩担任该会的顾问 还要教会里的阿公阿妈们学唱京剧 老上海连衣会里也是卧虎残龙 他们当中有著名的摄影师 画家 工程师 还有上海市男子女子篮球队的队员 会长多维培表示 好汉不提当年勇 现在我们这批老上海人已经老了 但是心不老 依然充满青春活力 大家都希望在海外活出健康 活出快乐 活出生命的精彩 我们是聚餐大会 又是一个败事大会 因为我们里面有几位经济爱好仔 今天请了我们著名的包启隆老师 杨老师来做我们的指导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四位都要站起来 向老师教功 向老师学习 要求老师知道我们的经济 这个爱好仔能够跟上一层楼 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 若杉矶采访报道